曹操本姓夏侯其实是源自曹魏的对手东吴的史料 曹蛮传是东吴出于政治抹黑目的而生造出来的谣言 这种东西充满政治立场所致的偏见 甚至饱含着为了攻击敌方而不择手段的满满恶意 是信不得的 虽然这条史料被裴松之注到了三国治理 但我们要明白 在礼堂大规模观修史书之前 前四史都是个人私修的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是不排斥拜官也史的 三国治本身因为非常简略而避免了也史掺杂的毛病 但裴松之的注印却没有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 为了史料的多元性而参入了很多拜官也史 随唐以后习惯观修正史的读者 没有仔细分辨私修正史与观修正史的区别 以为前四史里面的也都是完全可信的 这才发生了各种以讹传讹 曹操本姓夏侯便是其中之一 从汉代社会的收养习俗角度看 即便是收养子嗣也轻易不会收养外姓之子 而只会从同姓乃至同族之中过继过来一个成挑的养子 曹操虽然是宦官但并不意味着曹操的同族之内的兄弟没有儿子 所以曹操与曹操的关系其实是同族之间的过继关系 曹操是曹操的成挑忌子 曹操本来就姓曹 只不过是曹操生父一只为了攀附权贵 曹操一只为了传续香火而一拍即合并不可能发生改姓的问题 曹人与曹洪之辈自然也就姓曹不姓夏侯了 正所谓孤正不利 有上述两方面证据便可坐实了曹操本不姓夏侯的结路 其实曹家与夏侯家的关系非常简单 二者与曹操、夏侯英等西汉开国明臣的关系纯属攀附 顶多算是远之叔叔 曹家与夏侯家二者之间仅仅是同郡同乡 相互世代联姻的望族罢了 是世代殷勤关系 由此亦可见 东吴方面抹黑曹魏的下作之处 骂曹操姓夏侯 不仅把曹松苗成了一个为了攀附权贵而不惜改姓的 不义不孝的小人 还把曹家与夏侯家的世代联姻抹黑成了堪称乱伦的族内通婚 高实在是高